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继续为大家讲下粉葛的食用禁忌 粉葛煲汤很多人都喜欢 因为又美味又有营养 食用粉葛不止可以帮助女性美容养颜 帮助老人家调理身体 还可以帮小朋友增强记忆 所以说男女老友都合用 你看多好 不过其实有些人真的不适宜 如果你怀孕期间 就不建议经常喝粉葛汤 你可以一个月喝一次 因为粉葛虽然功效那么全面 营养又那么丰富 但是因为是比较良性的食物 而怀孕期间你的身体比较会虚弱 一旦因为食用了这些良性食物 令身体受凉可能会引发不良效果 所以建议一个月一次就好了 第二种不适用的人就是那些体质虚寒 刚刚说了粉葛是良性食物 如果体质虚寒的人再吃得多 就容易感到腸胃不息造成辐射 第三类就是低血压低血糖的人士 因为粉葛里面的葛根素 会降低血压和血糖的 你如果已经本身是低血糖低血压 你再吃就加重了你的病情 第四就是对于粉葛会过敏 这类人如果吃了之后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你可能会出现肚痛、肚射、头痛、头晕 或者出诊这些症状 如果有出现 要立即停止食用粉葛 同时要终止你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 并且立即去医院接受治疗 除了以上的人群不适宜之外 其他人都可以食用 不过也要注意其他食用的情况 第一 不可以与刺激性的食物一起吃 因为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像羊肉、姜葱、蒜、辣椒、咖啡、可乐、茶和酒精 是会影响这个效果 像过度兴奋和醉酒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粉葛有提高心脏功能 触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而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也会提升我们脑部神经系统的兴奋度 所以可能就会令人觉得 好像过度兴奋 或者好像喝醉酒的情况 第二点注意就是 驚奇的女性 适当要减少服用 不可以喝这么多 因为粉葛里面含有的痴激素物质 可能会影响女性月经的量 或者会引发其他生理的不息 第三点就是 你喝多少才为正常保健的作用 就是一个星期一至两次就够了 不可以天天喝 第四要注意买粉葛的时候 要选择又大又圆的 这样它的水分就比较多 口感就更加好 同时你看有没有毛菌 有时候这些斑点代表里面已经腐烂了 最好能够如果买一部分 不用卖整个 当你切开的时候 看到里面的纹路 如果这些圈数越多 代表它种植时间越长 那就越好吃了 不过我们在外国 它没得选择 整条用真空包装了 你看到两头有点发毛 你也要买 最多回来 你把两尾切大够些 不爱 所以是没得选择的了 同时我们回来烹调的时候 一片片粉葛切好了 最好在淡盐水浸一分钟左右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烹调过程中变了颜色 我们知道粉葛很硬硬硬硬硬硬硬 表面不是滑的 我们去皮就很困难 所以有些人就连皮煲 究竟可不可以呢 根据一部分香港的医师 认为连皮煲出来的粉葛 营养价值更加好的 但如果你真的连皮煲的话 一定要很干净地把表皮洗得很干净 用刷刷刷刷刷刷 因为它不是滑,粒粒粒 很多脏东西就会藏在粒粒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洗得很干净很干净 否则你就容易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如果你连皮煲的 你要煲的时间比平时煲汤多1-2小时 避免食物不熟而中毒 我们平时煲汤最多2小时 但煲粉葛汤最少要多1小时 如果你连皮煲就要更长时间了 所以大家知道粉葛有什么禁忌之后 你就会吃得更加安心 多谢您收听 谢谢您 按赞 按赞 转시 呢 ap